好的 那麼最近其實有非常多人因為動物水友會來入手主機 那麼相信有非常多人在入手玩的動物水友會跟主機之後 一定會在想的下一個問題就是 這一款Switch主機到底還有多少遊戲是值得我來入手的 那麼這個系列就會整理一些任天堂的獨家遊戲 甚至是有很多不同的系列遊戲來給各位玩家們做一個小小的參考 如果說喜歡這個系列的影片也歡迎在下方訂閱我的頻道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麼如果說你有想要看到更多的相關類型遊戲 像是你喜歡競速遊戲或是恐怖遊戲等等的 都可以為你來做這樣的一集影片喔 OK 那我們事不宜遲馬上就開始我們今天的遊戲分享吧 講到瑪利歐系列相信有不少人馬上會想到的就是這一款 瑪利歐賽車8豪華版 而且這也是不少人在入手Switch之後 首播伴隨入手的遊戲片之一 瑪利歐賽車8豪華版的單機最高支援到四位玩家 以分割螢幕的方式同時進行遊戲 網路連線最高則是可以支援到四位玩家 如果是線上遊戲的部分呢 是需要Nintendo Switch Online的服務 另外它也支援到近距離的主機連線 比較特別的是這一款瑪利歐賽車8在連線的時候 同一台主機呢是可以用兩位玩家同時上線進行遊戲 這也讓瑪利歐賽車這個適合多人同遊的特性 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遊戲中除了正規的大獎賽模式以外 還提供了即時賽對抗賽跟五種對戰模式可以選擇 跑逆了大亂鬥士的賽車競速 也可以透過這五種對戰模式來進行另外一種趣味競賽 人物的選擇則是由任天堂各系列遊戲的要角來參與 像是薩爾達傳說的林克 七彈大作戰的男孩女孩 就連最近超紅的動森爆竿角色西斯惠都有登場 當然瑪利歐一系列的全角色也是全員到齊啦 車子的選擇也是相當的多元 摩托車三輪車卡丁車四輪跑車在遊戲中都可以來做選擇搭配 在造型上還可以透過遊戲的進度來新增更多不同的外觀跟零件做組合 不管是在人物的體型跟車體的搭配上呢 都可以讓自己的角色發揮出不同的特性來參與比賽 假設同遊的玩家有比較新的新手呢 還可以開啟輔助轉彎跟自動加速功能 就算不太會玩的小朋友也能夠跑出好成績 而樂終於體感控制的玩家呢 還可以在遊戲的設定中決定是否開啟這項功能 整體來說呢瑪利歐賽車8豪華版除了畫面與音樂輕鬆豐富以外 也在競速遊戲中給玩家更多不同的面貌來參與遊戲 在整場的比賽當中除了一路好好的往前衝以外 道具跟捷徑的運用呢 也可以讓像我這樣子的門外漢有機會一躲冠軍 而多人的遊戲模式更是讓這款遊戲成為居家必備的派對同樂遊戲款之一啊 想要體驗瑪利歐最初的感動 我想就是新超級瑪利歐兄弟U豪華版這款了 因為他的遊戲方式與模式是跟傳統的超級瑪利最為相似 雖然他不支援網路連線 但在單機中最高一樣可以支援到四個人同框進行遊戲 遊戲中的角色呢還貼心的給了兩個比較簡單的選項 其中又以偷天兔為最入門的專用角色 碰到刺不會死碰到怪沒關係 游泳方向輕鬆控制只要別掉到洞裡或岩漿中就好 而且這樣的設定之下也會讓他不需要跟其他人搶一些道具 因為這些道具在他身上是無法發揮效果 玩起來的遊戲平衡也會更加好一點 從整體來看這是我認為跟經典的瑪利歐三代最為相似的一款遊戲 當然在多年後的製作下來整體的畫面音樂跟內容也都更為豐富 多人玩家在同時進行遊戲當中也考驗著大家對於溝通跟互動的技巧 因為在多人遊戲當中我覺得反而是會讓這款遊戲更有挑戰 也不小心可能就會害到隊友或是當到拖油瓶的角色 所以這種互動體驗也讓遊戲的彈性更高 就算玩到一半想要由多人換為單人 或者是由單人換為多人都可以中途直接設定 角色的選擇也是如此 如果有某些玩家覺得難度太高也可以在中途讓大家變更角色再繼續進行遊戲 除了提供正規的故事模式以外 遊戲中還有課題模式加倍模式金幣對戰模式可以挑戰 如果覺得這樣的難度還太低挑戰還太少 還可以切換到新超級路易級U來進行遊戲 雖然在這邊只有故事模式可以進行 但難度上都相對的提高 像是角色跳躍能力更高打滑程度也會更高 都會讓遊戲在進行的難度會更上一層樓 對了剛才所提到比較簡單的角色在這方面也都會相對的比較好控制一些 最後就是新超級瑪利歐兄弟U豪華版 總共提供了164個關卡 以內容上來說算是相當豐富 也能夠讓玩家們玩上好一段時間喔 說到瑪利歐系列大家聯想到通常是動作類型最為大宗 至少系列作品的每一款都是需要有即時的反應來進行遊戲 但是這款瑪利歐加瘋狂肚子王國之戰有別於其他的同系列作品 他把瑪利歐做成戰略型的角色扮演遊戲 這款遊戲依然沒有支援到網路連線 但在單機最高也可以支援到兩個玩家來進行遊戲 只不過在主線劇情模式是只有提供到一位玩家進行 如果要雙人一起同時進行遊戲的話就只能選擇對抗模式了 遊戲的大致進行方式 類似機器人大戰或者是像大戰略等相關遊戲 只要進入戰場之後就是會以回合的戰棋方式來進行對戰 我們需要了解場上每個角色的能力跟地形的特性 在交互的搭配之下才能夠取得勝利 而用這樣子的方式來進行遊戲的好處 就是可以進行多方面的思考 確認好每一部的行動都可以給我們帶來最佳的效益 再來執行即可 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拿來形容這樣子的遊戲是再適合也不過的 隨著遊戲進度的推移 慢慢的我們也會取得更多的武器跟開啟技能術的功能 如果在這樣的選擇組合之下就可以讓我們的角色擁有更突出的特色 在戰場上可以發揮出更強的實力 看到這邊相信有部分玩家可能會考慮到暴力等等的相關問題 不過年廣自家的遊戲在這方面一直以來都拿捏得相當的好 就算是畫面中以對戰的方式在進行 但是也會讓普及程度達到最好的感受 不至於讓年齡較小的玩家得到太過暴力諧星的體驗 這一點真的是大可放心 而最後就是多人遊戲的對抗模式 在這個模式之下則是把相關設定與地圖確認好之後 就可以來進行兩位玩家的策略對抗賽 對於喜歡動動腦的朋友或者是喜歡策略思考的玩家來說 這將會是一款擁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值得入手的遊戲之一啦 如果說超級瑪利歐兄弟U是經典的瑪利歐三代傳人作品 那麼這款超級瑪利歐奧德賽就是瑪利歐六世的超級續作 瑪利歐奧德賽本身依然支援到單機兩人合作的遊戲模式 除了可以使用按鍵操作以外 遊戲也提供體感模式 不管是拿Pro手把還是Joycon輕輕一甩都可以有不同的效果呈現 但在這款遊戲的雙人合作模式就有些許的不同 兩位玩家分別會操作瑪利歐本身與頭上戴的那頂帽子 控制瑪利歐玩家主要就是控制前進的方向跟一些想做的事情 有點像是領隊的感覺 而控制帽子的玩家呢則像是輔助型的玩家 可以使用帽子來攻擊敵人吃金幣或是跑去附身在別的東西身上 遊戲中除了有許多關卡可以挑戰正規的劇情模式以外 在每個關卡當中也有隱藏許多小遊戲可以進行 而且這些小遊戲都是當你想到的時候可以再透過飛行器 回到該關的關卡繼續去挑戰 其中有一個跳繩的挑戰就非常的刺激 會讓人一再的想要挑戰跳更多次的紀錄 某些小遊戲或是關卡的橋段會讓我們回到2D平面的瑪利歐場景 順利的闖關完之後才會繼續回到3D的世界 多元的收集要素跟場景特色也讓遊戲的豐富程度更高 不管是有收集嗜好的朋友或者是第一次進入新關卡的讚嘆 也都可以大大的滿足玩家 遊戲進行的中途也非常貼心的準備好雙人與單人的切換 好讓其他的玩家在隨時想要加入或是退出都相當的方便 慢慢在過了越多關之後也可以在遊戲中取得更多不同的服裝 把瑪利歐好好的重新裝扮一下 讓他以多種不同的面貌在進行遊戲中也會更加的有趣 如果你還有Label的VR套裝還可以拿來跟奧德賽組合出不同的小遊戲體驗 喜歡瑪利歐系列的朋友基本上瑪利歐奧德賽也是不可錯過的一款遊戲 有機會的話就帶著自己的瑪利歐與他的夥伴穿梭到這些王國中去冒險一下吧 是的就像名稱的超級瑪利歐創作家所示 這款遊戲就是可以好好享受創意跟體驗創意的作品 遊戲中提供單機最多四位玩家同框同時進行遊戲 在創作模式下也提供到最多兩位玩家一同編輯關卡 另外他也提供到線上多人過關跟多人對戰的模式 不管是要線上多人一起玩還是要下載上傳分享的創作關卡 都是需要加入Nintendo Switch Online的服務才可以使用 這一點則是要多多注意 在創作關卡的部分可以先選擇整體場景的外觀 比較具有代表的紅白機時代、超人時代一直到現在的Switch時代風格都可以選擇 做好基本的設定之後就可以來幫我們的關卡當中做更多的細部設計 想把地形做什麼樣的改變或是在哪邊隱藏道具製作傳送門 安排敵人角色出現的位置 超過百種的東西可以隨便玩家來做一個任意的設計 而且在一邊製作的過程當中還可以一邊測試遊戲 當發現有哪邊出現BUG還是沒有設計出自己內心的藍桶 都可以即時做一個修改跟再度的測試 在設計當中也可以使用搖桿跟按鍵的方式來編輯 而我在入手這款遊戲的時候也有拿到一個首批特點原廠觸控筆一支 所以拿起Switch主機也可以把它當成平板電腦一樣 使用觸控的功能更直覺的來設計關卡 沒有觸控筆基本上也沒關係啦 反正你的妙用手指一樣可以達成上述的任務 接下來就是大轉創意的時候 製作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關卡 完成到的關卡除了可以單機自己跟朋友一起體驗以外 也可以放到網路上面分享給其他玩家來挑戰 當然啦除了自己製作的可以分享以外 上網一樣可以下載別的玩家所創建出來的關卡 以這些關卡的龐大數量跟各式各樣的設計創意 想要從難度選擇或是從創意選擇 都可以玩上非常久的時間 甚至有些關卡是達到變態等級的難度 想要挑戰成功還得花上更多的時間啊 最後呢就是遊戲中除了提供創作的部分 也製作了100關以上的故事模式 讓玩家可以享受到任天堂原廠的巧思 以單人過關的方式來進行遊戲唷 這是一款以路易吉為主角製作出來的恐怖遊戲 不不這款遊戲營造的氣氛根本談不上恐怖 雖然在題材上有羊柔、陰森、鬼怪 但玩家在遊戲中的體驗呢除了覺得可愛有趣 有時候嘴角還會不小心被路易吉弄到洋起 因為他在遊戲中那個膽小的模樣 真心會讓人覺得特別逗趣 遊戲中的故事模式呢最多可以提供 單機兩位玩家一起進行遊戲 如果要體驗8個玩家一起玩的話呢 就要進行遊樂園模式 這個模式會比較像派對遊戲一樣 遊戲的時間不會太長 透過一些主題呢可以讓玩家們進行比賽 或者是取得恐怖高塔模式 在這個模式之下呢也可以單機最多兩人 線上模式最高8人來進行遊戲 而進行線上遊戲的部分也是需要擁有Nintendo Switch Online的服務 在單機的故事模式當中 路易吉就是跟瑪利歐一行人來到這間鬧鬼飯店 我們控制的主角路易吉呢會化身成魔鬼克星 在羊頭中打擊鬼怪 取回原本的寧靜 在遊戲的進行當中 會陸續的為路易吉取得一些裝備跟技巧 基本上可以拿到的裝備就是手電筒跟一組吸塵器 在遊戲中呢可以利用手電筒的強光照射跟吸塵器的吸吹功能 來探索場景的打擊鬼怪 遊戲中比較有趣的點啊 就是在所有的場景下幾乎都是可以搗亂破壞的 而在破壞之餘呢 發現收集要素的道具更是藏著滿滿的驚喜 遇到鬼怪之後也會有多種打擊方式來挑戰 如果是弱一點的可能就是強光照射即可 強一點的可能要運用吸塵器跟吸盤來甩打對方 讓對方鼻青臉腫戰敗回家 兩位玩家要同時進行的話呢 倒是有一點像瑪利歐奧德賽的樣子 一位玩家是控制路易吉 另外呢是控制魁翼吉 而魁翼吉這個角色像是一個厲害的分身 很多陷阱都不怕 甚至可以直接穿過很多本體無法穿越的區域 只要小心不碰到水面啊 這個魁翼吉呢 將是一個超級強力的助手 說真的這款魁翼吉羊肉3的畫面呈現 跟魁翼吉的驚嚇模樣喔 真心可以吸引不少玩家來投入 而可愛的鬼怪更是讓恐怖遊戲的題材 有了不一樣的重新定義 這是一款以瑪利歐系列角色為主題的 歡樂派對遊戲 遊戲中除了提供單機最多4個人一起進行遊戲以外 也提供線上可以比賽的模式 讓玩家不管是否可以聚在一起 都可以享受到多人一起去位競賽的感受 不過超級瑪利歐派對有兩個比較特別的設定 第一個他是今天分享8款瑪利歐系列作品當中 唯一不支援Pro手把 單純在使用J.COM進行遊戲 也建議大家在進行遊戲的時候 把萬代裝好豎起來 以防親朋好友們一個機動 就把手把甩到電視的螢幕上去 第二個是他有支援到一個比較特別的連線模式 如果擁有兩台主機兩片遊戲之下 他有一部分的小遊戲 可以支援到主機的近距離連線 把主機碰在一起之後 還可以做畫面跟遊戲世界的延伸 創意感也是十足的厲害 遊戲大致上分成對戰跟合作兩種小遊戲可以進行 主要有Mario Party的紫骰大風遊戲 跟直接選擇小遊戲來進行挑戰 玩家們可以依照玩遊戲可以進行的時間來選擇 如果是一整個下午都想要好好的玩的話 選個Party模式再來依照預計的時間 挑選一下就可以開始進行遊戲 玩法如同一般的大富翁一樣 知識來前進 除了會取得金幣道具 還可能會進到某些小遊戲跟小機關 依照遊戲中的指示 就可以取得關卡的勝利喔 假設你覺得沒把握 也可以使用2對2的派對模式來進行遊戲 除了這個模式以外 超級瑪利歐派對還有超多樣化的小遊戲可以來進行 不管是要選擇合作還是對戰的小遊戲 整體的數量更是多達80種以上 如果想要準備一款適合多人同樂的派對遊戲 買了Switch 超級瑪利歐派對大概也是一定要收藏的一款遊戲啦 最後一款是以網球為主題的瑪利歐系列遊戲 有了動作體驗策略體驗過後 再來考驗反應的體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瑪利歐網球王牌高手中 依然有提供多樣化的模式可以選擇 首先它有故事模式可以讓一位玩家來進行遊戲 接著還有錦標賽合作任務 自由對戰等多個模式可以讓玩家們一起挑戰 其中支援到線上比賽的部分 也是需要你天都Switch online的服務 而遊戲中不只是1對1或2對2的網球比賽 在某些關卡當中 網球可能只是一種對決方式 但對方並不是一定出現一個對手 而是一道謎題 要透過網球的遊戲進行方式來一邊破解關卡的秘密 才有辦法取得過關的條件 就算是在一般的網球場地當中 也可能會跑出來亂的設備 這些都會阻礙玩家們在進行遊戲時的順暢節奏 而我們的角色除了可以集出上旋球 消路球 平擊球 高調拳激速球等等 還有提供蓄力的能量可以使用 看是要用狙擊的方式或是特別擊球的方式來反擊對手 都可以靈活的搭配 我自己在玩這款遊戲的時候 是覺得挑戰稍微高了一點 如果說是喜歡玩反應需求高一點的遊戲 瑪利歐網球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如果是多人一起進行遊戲 在選角跟選場地的時候 也可以注意一下每一個角色的專長 還有每一張地圖的特性 這樣玩起來才會更有勝利的機會 不過我相信 練速度的練反應是會有一種成就感的 當你擊敗某些關卡或者是某些高手我朋友的時候 那種喜悅可能會讓你從椅子上面跳起來啊 另外遊戲也有提供揮動模式 模擬著拿網球拍玩的感覺 這種遊戲方式相信也可以提升趣味性 讓大家在揮舞的時候除了可以玩遊戲 還可以讓自己的手被動一下 達成兩個願望一次滿足的最佳體驗 那麼以上八款瑪利歐相關系列遊戲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啦 好的在看完今天的影片之後 相信大家已經對這些瑪利歐系列的遊戲 開始有一點點動心了是不是 那我也相信有蠻多玩家在這些遊戲當中 已經有大部分都是已經體驗過的 不過這次的重點就是設定在 因為動物生遊會而入手Switch主機的玩家 如果說你還沒有看過這些遊戲 或者是你還沒有入手過這些遊戲的 也可以藉由這支影片來參考一下 未來也會有更多類似的相關主題 來推出分享給各位啦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從頭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囉 掰